哈喽各位玩家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大路 今天大路就为大家带来了模拟经营类的手机游戏推荐 这些游戏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和玩法 让你可以体验到不同的经营乐趣 无论你是想要经营餐厅 小岛 市场 游轮 甚至是云端山的小村都好 应该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你喜欢的经营风格哦 其中一些游戏还采用了可爱的动物风格 又者是让你成为一名偶像经纪人等等 那大路就废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游戏推荐吧 如果你小村的位置在云端的话 那你要如何让这里变成繁华的地方呢 云端幻想这款游戏就能让你尝试发展这样的小村 玩家才来到一座云端山的小岛 然后协助那里的居民慢慢去发展 那么游戏包括了农场和管理的玩法 玩家可以尝试种植各种作物 制作美味的食物 招募可爱的居民 同时也需要去迎接乘坐飞艇而来的游客等等 这款游戏拥有丰富的建筑设计 像是你可以解锁农场 甜品店 饮料店和餐厅等等有用的建筑 然后利用这些设施生产出来的原料 制作如蛋糕 奶茶 烧烤和面包等多种食物 而你也能招募有效果加成的居民来协助你哦 喜欢玩法轻松模拟类游戏的玩家 就来到这里享受你的云端生活吧 喜欢可爱猫咪们的玩家们有福啦 这款名为猫咪和汤的游戏 让你可以看到各种可爱猫咪烹饪时的样子 采用了治愈可爱的卡通画风 玩家将会来到一座森林里 与可爱的猫咪们一起准备美食 你需要做的就是让猫咪制作料理来赚钱 然后就能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建造不同的工法 让其他猫咪加入 再研制出更多的食谱了 你还能给猫咪穿上各种服饰和配件 与它们进行互动和拍照等等 又者是在各种迷你的小游戏中 和猫咪们一起享受轻松愉快的时光 整体的画面很可爱 音效也很舒压 那么大家猜猜看 猫咪所煮的汤 里面会不会有很多小鱼干呢 想知道答案的话 就来到游戏中寻找吧 相断这款游戏就结合了策略塔房 还有模拟经营玩法的精水 我们只要进入到一个整体时代的世界 展开生存挑战 那么玩家会在严寒和饥饿的环境中 与恐龙并肩作战 去探索资源 然后建造一个属于大家的基地 就是说你可以驯服恐龙成为强大的盟友 接着就能在野外带领他们进行战斗 甚至是解开谜题来获得宝藏等等 当然你也可以有策略的进行搭配 组建一支由5只恐龙组成的战队 并利用战术来攻击敌人 而你所在的基地也需要建造防御措施 尽可能的去防御外地的侵袭 大陆觉得游戏的视觉效果相当有纯净感 像是冰花和暴雪的效果 都让我们好像真的身处在冰雪末世之中 无论你是喜欢塔房还是经营玩法的玩家 应该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哦 CatMart是另外一款抢了妈咪主题 玩法操控都非常简单的模拟游戏 这次的舞台换成了妈咪市场 玩家做的自然就是管理这个市场啦 游戏中你可以利用赚到的钱 来雇用各种卡的妈咪工人 为你分担店里的大小事物 让你可以更加专注在其他部分 就例如说你可以将有机的蔬菜和水果 进行加工成为各种食品 然后再卖出去 也要时刻确保或加上的商品充足等等 如果你肯花时间努力经营的话 那么你就会看到各种类型的猫咪 来排长龙要关顾你的市场啦 而当你玩到了后面 还能解锁外卖系统 让整个游戏的过程变得更加丰富有趣 想要帮助猫咪超市发展到国际的话 那就下载本作试玩看看吧 不若幸存者是款结了生存和建造的游戏 你就会在这里带领一群生还者去寻找新的家园 在寻找定居点的时候也要注意 看看附近是否有足够的资源 以及地形是不是比较符合你的布局 如果不是很理想的话也没关系 你可以透过像是改变地形 挖掘土地 连接河流或湖泊等等 尽可能能利用各种道具来塑造你的定居点 之后就可以开始建造房屋 管理人口 同时去收集资源 种植农作物 还有狩猎野生动物等等 来确保足够的粮食 如果可以的话 还能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 例如阻挡贸易 教育 矿业 建筑 农业 加工 物流等丰富的路线 每条路线都会提供玩家不少的好处来促进发展 喜欢的话就来建造一座你理想中的城镇吧 不知道大家有时候是否会回想起 以前爷爷奶奶给你煮的饭呢 如果你很怀念当年时光的话 那就来填看看这款怀念的食堂故事吧 游戏的舞台 设定在日本昭和时代 你才会帮助一队老夫妇经营小餐馆 要做的基本上就是烹饪美食 送外卖 并与各种有趣的顾客互动 而料理等级会随着烹饪的次数而升级 当升到一定等级后就能解锁新菜单 有时候也需要牢房奶奶清理一下座子 还有把碗碟都清洗后才能接待新的客人哦 其中玩家还能了解到特定客人的详情 例如背景、关顾热期和食物爱好 聆听他们的故事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等等 如果你喜欢轻松的模拟游戏 那或许可以来试试这款作品哦 在Kpop偶像团体崛起的这些年 你是否梦想过自己培养一支团体呢? 是的话 那这款游戏月刊娱乐或学适合你哦 这是一款像属风格的模拟经营游戏 让玩家可以创造自己的偶像团体 从安排他们的出道、发行专辑、举办演唱会 还有拍摄节目这些活动都将由你一手包办 那么既然他们作为你旗下的艺人 同时也要吸引到粉丝并赚钱的话 那你就选安排他们学习各种才艺 像是必备的唱歌、跳舞甚至是演戏等等 可以选择让他们精通每一项才艺 或培养一支只专注在唱歌方面的偶像团体 如果是对于星级高的制作人来说 出来的成品效果自然就越好哦 想打造一个你喜欢的偶像团体的话 那就来到游戏中担一次全能经纪人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游轮玩呢 那么大的游轮如果给你来管理的话 你是否有信心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游客 想知道的话那就来尝试这款我的游轮吧 这四款可以让你体验经营游轮的游戏 一开始你只会拥有几件客房 但如果你肯努力去经营的话 还能为这艘游轮开放三层空间 然后建设像是电影院、泳池、舞厅和高级餐厅等等的设施 成为一个人人都想来搭乘的豪华游轮哦 当然经营游轮并不简单 你需要去了解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尽量想办法去满足每位客人的要求 随着设施的提升 就需要聘请更多的员工来帮忙 也能布置不同丰富的客房 帮助客人寻找遗世的物品等等哦 推荐给想要尝试经营游轮的玩家 Plant Fantasy是款以植物为主题的经营类游戏 当所有的植物都活过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让它们团结起来 并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植物王国呢 想知道的话就来尝试这款游戏吧 那么你将会透过一步步扩大领地 来建设和升级多种不同的设施 然后就能获得各种像是木材 古物 冰块等资源来制作食物和工具啦 不过建造设施是需要资金的 所以你可以透过售卖产品来赚取金钱 也能使用超过450个的组件 来个性化你的植物王国等等 当然你还能指挥超过50种的植物英雄 来参加PVP战斗 或是与其他玩家组成工会 整体是款画风轻松有趣的游戏 比较适合给所有年龄层的玩家游玩 迷你餐厅这款游戏的玩法就相当简单 是一款需要你经营餐厅的模拟游戏 那么游玩过程就是让玩家体验到 要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老板 那么一开始你会接手一间破烂的店铺 然后透过放出一点餐座 再购买厨房需要的烹饪工具等等 慢慢吸引越来越多的顾客来光顾 之后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 而你可以利用这些钱去升级和装饰餐厅 准备更多美味的菜肴来吸引顾客 所以说只要你肯付出一点时间和努力 那么顾客就自然而然会来到你的餐厅 感兴趣的话就来尝试建这个小型的餐厅 慢慢发展成拥有许多便利设施 能为你顾客提供很好服务的餐饮场所吧 喜欢的玩家可以来下载试玩 那最后一期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喜欢的游戏 就让你喜欢大陆的影片 可以给大陆个赞和分享 订阅大陆的频道和开启旁边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祝大家游戏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